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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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開一段故 我是Michelle 又與大家見面了 這次講這個結構語 其實我都覺得很適合我自己的性格 就是 打爛衣服 吻嘟嘟 因為我小時候 我家人已經說我很喜歡 要問得清清楚楚才行 所以我一說到這個結構語 我自己都覺得 挺有趣 很貼合自己 好了 先說回正經事 前陣子的Facebook 就出了一堆廣東話的李宇徒 有個李宇徒 第一張就是 打爛沙盆問道督 相信大家都已經知道 這句話其實是形容一些 不懂得看人眉頭眼睛的人 是不斷問一些很白癡 又沒有益 又沒有見識性的問題 不斷問一堆一堆的問題 糟了 其實我自己是不是這樣呢 我先想想 我先說笑而已 但他又要尋根究底 問得清清楚楚 他完全好像喪波一樣 不知道自己有多麻煩 那些人就說 打爛沙盆問道督 煩鬼住了 哎呀真是拗頭 夠煩了 好了 這一句 正寫應該是 打爛沙盆問道督 沙盆其實是用來磨芝麻 磨豆沙 而且是花生的容器 這些是用陶瓷或瓦做的工具 輕輕撞一撞 就很容易撞的 好了 問問普通很聰明的先人就知道了 這些瓦餐和沙盆 經常會出現一些很小的撞裂痕 一些裂紋 因為你撞一撞就很容易碎了 今時今日的人就直接說這些 叫做裂紋 但以前的人叫這些裂紋 其實就叫做 紋 紋 而紋其實也是 紋的同音 通常那些紋會一直蔓延到沙盆底 廣東人就叫做底 尾和盡頭就叫做督 督 例如大埔那些有大尾督 吃溝女大和可以吃沙啤督 廣東人就用沙盆那條 裂開了底盆 就為了督 紋到督 其實那個也是諧音叫做督 督 好了 就演變成今天的打爛沙盆紋到督 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